一,男性在年轻的时候,为了家庭,工作薄命去打拼,不注意饮食,过度劳累,不注意保养等等,留下不少的健康隐患。 二,到了50岁之后,再也不能像以前那么强壮,再加上年轻时留下的健康隐患,许多疾病就趁虚而入,很多问题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。 50岁,男性保养方法,一平时多锻炼,健身要坚持,与30岁和40岁的男性相比,50岁左右的男性身体素质是每况愈下,随着年龄的增长,运动系统会逐渐减退,肌肉水平会随之下降,锻炼时要根据自己的具体身体情况,选择一些有氧运动项目。 逐渐走,慢跑,太际等等轻柔的运动,尽量避免过于激烈的锻炼,这样很容易伤身体。 二,接烟接酒接甜食,时刻保持好心态,年过50岁的男人会普遍出现各种内分泌疾病,预防这些慢性疾病,还需要从日常生活习惯做起。 首先应该戒掉烟酒,少吃甜食,这样可以很好的预防慢性疾病。 其次特别注意作息规律,保持平和心态,如果精神紧张,可以通过一些松弛疗法放松紧张的神经,如听听音乐,保证充足的睡眠等。 三饮食要清淡,三餐需规律,年过50岁的男人要控制食量,因为这个年纪新陈代谢和器官运转,都会变得缓慢。 各种内脏机能都有衰老绩效,如果暴隐暴食,很容易给各种内脏增加负担,从而导致身体机能衰退。 建议低脂饮食,少吃煎炸食物,尽量不去选择高胆固醇食物,少吃动物内脏和各种蛋黄,同时需要保持每日三餐都规律。 四尿平尿系尿不进,都是前列腺出现了问题,有前列腺疾病专家指出,中年男性前列腺,常常会出现增生或肥大。 腰线为夜间排尿次数增多,尿贫,尿急,尿流细弱,有尿不进感等。 预防死病应避免大量喝酒,少吃辛辣食物和快餐,平时要注意保暖。 不要久坐喝添尿,如果情况严重者,请及时去问诊。 通过上面文章的介绍,我们已经了解了50岁的男性身体状况,这时候很容易出现问题, 被称为是多事之秋,如果像减少这种现象的发生,远离疾病,我们在生活之中,一定要保持良好的心态。 另外在饮食方面,三餐要规律,适当的定期检查身体,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多锻炼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